那你的http return的call是什麼 它可以去幫你pass 當然你要指定啦 就是程式還是要有人寫 放著不會自己動 那它erolog的話 像剛剛我們看到erolog它很多行 那個traceback python或是java traceback很多行 它告訴你說你的程式哪一行爛掉了 plot traceback一堆 它還是可以處理multiline的那個需求 那kibana呢 這個東西老闆很喜歡 就是它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方言 就是長這樣子 那看起來不錯 我們來裝看看好了 那這是我們的架構 那左邊這邊看到就是logsrc 就是你的機器你的server 那它的資料呢 你的log往中間的logstache丟 我們丟加一台logstache 那logstache處理完之後 再往後面elasticsearch去丟 那kibana就是一個前端 它接著elasticsearch去做搜尋 那還有剛剛看到那個飄飄亮亮的那個 介面 那一開始 當然一切都很美好 來我們開始加機器 加了很多機器之後 好像有點撐不住 那我們就多開幾台機器好了 logstache多開幾台 再多開好了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名詞 就是說有問題的話 用c4就搞定了 那就開始開大台的機器 我們這邊的話 elasticsearch跟logstache 我們這邊都開64G 我這邊要的到就是64G 來 那個有多少就上多少 所以 最後那個架構長這樣子 logstache 這個只是概略啦 其實是開了一堆 那老闆說 嗯很好 那potation的環境放個月 跑看看好了 那一個月過去了 那精美的架構 往往會半水的精美的障礦 那老闆看到帳單之後說 欸來來來來 我們來檢討一下架構 好吧 那我們來分析 logstache它其實支援很多prying 這一堆 那其實下面還有 只是抓圖藍的抓 我就只有抓一半而已 那自己上網看 這邊也太多 那它可以吃很多種格式 它可以分析 處理很多種 它有很多filter 那它也可以output 它也可以to給很多 它不只可以to給Elasticsearch 它可以 你想到slack可以吧 什麼 有嗎 它有 好反正不重要 還有什麼email的 什麼csv的 它都可以亂丟就對了 那 我滑了 我滑了 那又具有長大的passing能力 這邊的話 好吧 這就是pass那個 我剛剛講 ngix的assesslog 它可以把你的那個IP 什麼 questring timespan全部都pass起來 對 那Elasticsearch也很強大 只是說 java實在不好聽 那 那 那 據說 雖然還沒有15分鐘 但是據說今天要放 放貓 那其實我們在tune 這是我們家的貓 那它今年1月1號的時候 成為天使 想年14歲 那我們在tune Elasticsearch的時候 然後我的表情就跟我們家的貓一樣 就是 蛤這什麼東西 那 對 聽說簡報還蠻蠻好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聽說說 OK 那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 Google Cloud Login 要不要試試看 那 它是Google Cloud Platform的其中一個產品 它有點像是 我外面有Azure 然後早上也有AWS 它是另外一個 Cloud的 雲端的那個服務的提供商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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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一 為什麼被我按到 為什麼被我按到 這要讓我重來一下嗎 對不起啊 仇一 這是 是 第一次遇到 連 投影片都會粗暴的 通常只有Live Demo 會粗暴 然後網路 好慢 對 掉掉了 啊 這樣 我們早上測試Hand out 現在現在測試那個 啊哈 當然不是這個 好 又跳掉了 好 又跳掉了 好 又跳掉了 他們 Google Cloud Platform 你可以把你上面開的 VM的 Log 丟到它的 Gae的平台上面 它好處有什麼 它可以放30天資料 然後有搜尋介面 那它也可以匯出到 GCS就是 S3 就Google的S3 你可以把它匯出一個檔案 然後也可以 丟到它的那個 Hadoop就是 Bitcoin 對 重點免費 老闆看到這個眼睛就亮了 那可是呢 Google Cloud Login 它只接受Gae 就是它的 它那邊的 它的App Engine的平台跟 它VM傳送Log 那我們就只好想一個辦法 我們在GCE上面開個VM 做轉運帳 對 這個就非常的 非常的健糟 那架構就長這樣子 我前面都沒有動 那後面就是開一個GCE 然後它是跑Furrent D 那後面再往Cloud Login丟 那設定檔非常簡單 我原本LowStage 我就改成用TCP 然後丟到 丟到某一台機器上 那GCE的 Tracial Data這邊 Furrent D這邊也是 接得非常簡單 就是這樣子接 這樣就好了 那 Live Demo嗎 我很想 可是老闆說不行 對不起 因為我個資法的原因 那 那 這邊就是它的後台 它 Card Login它後台長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它把東西 對不起很多馬賽克 就個資法 那 它把一個SSLog pass上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 它 切了很多很細的欄位 例如說 檔案是哪一個 它從哪一台機器丟上來的 它的User Agent是什麼 然後它的Time Stamp 它Ref什麼 這個東西 切得非常細 那我可以去看細節 然後我可以去切時間 它過去30天 其實我們實驗的情況是 超過30天它也流啦 不過它文件上寫說 它超過30天會看掉 那 還蠻順的 那這個東西就測試說 好 我們來找一下 500 就是我的HDP500的Log 是哪些 那我就把它設 我就下一個條件 就是Response 500 我們看到那邊 Response 500 還一堆 蠻多的 我不知道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7月 7月 那時候發生蠻多 500的情況 那效能呢 效能其實老實說還不錯 我們用這些東西 我們一天穿了5T 然後 平均 平均它的那個Support 是120MB 是大寫幣 那我們開了 最小台的 那邊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很熟 Google Cloud Platform 那M1 High Memory 2 它是13G的RAM 它是 High Memory系列 最小台的 我們開了 我不想再投影片講 但是我們開了 3到10台 就是Auto Scaling 就是它撐不住它自己開 那我們設計就是3到10 那老闆看到這樣 看到老闆笑了 那 呃 糟糕我好像快講完了 其實我還有更投機的做法 那 那這是最近 這兩天才試出來的 就是我就直接在 滾 主機 安裝Full & D 轉型站都省了 這東西就不要了 那 因為 剛剛開3台的話 拖一下時間 剛剛開3台的話 一個月是200多美金 3台 對 那 如果說 這東西省的話 也是可以不用錢 那 呃 我不知道這是 Undocument Feature 還是Bug 就是 沒有轉運站也是可以動 怎麼辦 可惡 103張投影片 我居然已經快講完 10 就是 我還投影片壞掉 現在地球是7張 那 總結呢 呃 有貓照片 這兩隻貓還活著 這是我解的 那 這年頭其實我們 呃 以我的工作 情境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有 呃 快200台機器 那200台機器有 不一樣的 任務 我有 HTTP Server 或 MySQL Server 或 有的沒有的 Server 呃 它產生出來的 log的內容 也都不盡相同 我沒有辦法 一體適用去做 處理 所以我們就會 原本的情況就是 分散log 分散管理 就是 我就 呃 那每一台機器都有硬碟 那我就放在那邊就好 我需要的時候 再找說 現在什麼問題 我跑到那一台去找 翻那一台的硬碟找 可是 當然不行 我幾百台機器 這個 只是搞死我自己而已 所以我們就會 開始用分散log 集中管理 我把它 其實我們在 導這個之前 我們是用Scribe 就是我傳到 其中一台機器 我們開一個 那是 就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那個 DFS 很大的硬碟 幾十T的硬碟 我把它全部都丟到那邊 集中管理 可是缺點就是 呃 那一台 DFS 會被幹爆 對 那 所以我們就會找說 好吧 分散log 我們雲端管理 對 那 糟糕 那 我們 從這東西我們體驗到說 你神恨到 老闆的荷包 他不一定會感謝你 但是你傷害老闆的荷包 他就會傷害你 對不起我講話 我把它當Light and Talk 講對不起 那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問題 有些東西 不在腿面上就是 可能歡迎大家問 會比較 問到 有梗的地方 謝謝 很感謝Edward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是Q&A時間 開放幾個問題 有問題 請問一下 像你剛接到的所有平台 都是在Log的平台上做的嗎 Log的平台上做的嗎 Log的平台上做的嗎 你用哪一個地方 是在Log的平台上做的嗎 呃 好 很好 讓我有機會回來了 Log Stage 左手邊 全部都是Log端 對 是後面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全部都是放在IDC 我們是最近才放 試著把 Log丟到雲端 對 所以剛剛從 剛剛提到就是我在 雲端上開 在轉運站之前 就是我的Log Stage 跟一堆Electric Search 都是實體機器 原本都是實體機器 所以你的Electric Search 在右邊的Color 都在什麼 Electric Search Electric Search 跟Kibana 都在 這個邊的地方 呃 你說 現在 現在這個架構嗎 等一下Color Login 就是等於把 Kibana 跟Electric Search 都處理 都處理掉了 都在Color 但是它的底層 就是不很低 跟它自己的東西 對 就是你用人家的服務 它就幫你都處理掉了 對 那 呃 因為雲端的話 英鎊不用錢 我傳上去不用錢 所以我只需要負擔 那幾台VM的錢就可以了 我把資料傳進去Google Google不會跟我收錢 對 它不會消流量 不是 融量 它是 融...硬碟便宜啊 沒有它 融量 就便宜啊 就便宜啊 那個帳單老闆不會有感覺 你開機器一個月幾百塊就 喔 那你買一個硬碟才 這是什麼啊 所以你剛剛說的一個 一個月少幾T 呃 你說我們的那個 流量嗎 五T 那一個月累積的儲存空間 收不便宜 還算便宜 因為它三十天就expire掉了 對 而且 呃 對沒有講 CloudLogin它儲存 不收錢 但是如果你要export出去 到它的S3 就是GCS 是要收錢的 你要export到Bitquery 要收錢的 但是儲存在CloudLogin內部 是不收錢 它是不收錢的 那你的查詞的部分 只有說 就是沒有超大內線 還是在另外做分析的 非常好 那當然 呃 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 查詢界面其實 只能拿來自嗨 就是 它沒有辦法回答太多的問題 你只能跟老闆講 欸老闆你看我做好了 那 那 對對可以這麼說 那 那 所以有後來我們就把我們的東西 export到Bitquery 我們在Bitquery上面分析 對啊 那Bitquery也很便宜啊 不便宜 今天嗎 我們 Bitquery有一些節費的技巧 就是可以去再去聊 Bitquery它是根據它搜尋 使用的記憶體量收錢 那 我們 Bitquery有一些節費的技巧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比較大的東西 那那個table都是算T的 那我們 曾經有 有個 同事 他就是把Atable跟Btable join起來 兩個都是T的 那 那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 Google的那個 帳單是delay三天 所以我三天之後 看報紙來之後 蛤 可是那個 那個也是還好 就是 呃 我不用到老闆 辦公室門口發貴人 那種程度 真的 Bitquery不貴啦 看你怎麼用 但是我們使用 我們已經很 因為我們同事剛剛講的 有三種人會要分析 除了老闆不會下程式以外 RD跟Data Scientist 都會下 那Data Scientist 他對這個東西 比較沒有 無感 Select信號就上了 殊不知這個是 傷害荷包的行為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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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情況 我不知道你 可能你是大戶啦 但是我這邊的情況是 其實還好 對 那 Bitquery他 這 好像八月嘛 八月幾號之前 他之後 他有做那個 那個 計費條件的 調整 不過理論上 應該 我這邊情況是沒有很貴 對 又快 這個 Data Scientist跟我說 他用過Bitquery之後 就回不去了 對 是真的還蠻快的 還有問題嗎 是 所以這樣做的時候 所以這樣做的時候 你那個 Log是全部在 Cloud那邊 那它本身是不會 並沒有一些什麼 Warning什麼 它並不會去幫你 做一些部分的機制 它全部到自己來 就是可能分析 Log的一些 入侵特徵等等的 這個問題很好 可是那個東西 我很想跟你講 可是我們可能要過來欠一下MDA 才能說 就是他其實 現在有一個機制 就是他可以丟到 再把他的Log 丟到一個 我好想講 可是我不能講 我記得我在那個 我那邊看到有攝影機在拍 但是我記得我在 那個報名的時候 我有說我這個 不要錄影 不提供投影片 那 他 做法有兩種 一個是 我先回答你的問題 我們目前是用手動 就是我今天發生說 欸 欸 我們服務被打了 好 我就跑script去撈 撈你過去 因為可能IDC會打電話說 欸那個 先生你們機器被打 欸 對 拖音機被打 對啊 因為公司PODC有問題 你要鎖窗 那 我就會跑script說 好 你可能是幾點幾分 就是一個區間 去看他的pattern 被動的 那現在有一個 就是 我們私下可以聊 他有一個 我有簽DA 他不要害我 我真的好想想 這打一下就掉寶 那 可惡 那他就是可以做到主動偵測 因為他就是有一個服務 就是可以去做這樣的行為 對 對 那 我就說這個 投影片隨便講講 大家就會問 比較有梗的問題 那還有嗎 天啊 還好早 是 您說那個 卡拉松平他 是只有保留一個月嗎 對 對 那像你剛剛投影片有說 有人會問三個月的資料 那怎麼辦 Bitquery 我們目前做法 Bitquery 就是所以你是 Bitquery那邊 有存全部的 我們存量 Bitquery也不會存 Bitquery也不會存全部 我會丟 GCS 就是他的S3 cloud storage 我應該是這樣問 所以 你丟到 cloud login的話 它只有保留一個月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月內的 都可以在這邊查 對 那如果說它是要三個月更 之前的 那你們要怎麼處理 就 Bitquery我會存久一點 Bitquery是存在哪一個機器 也是它的服務 另外一個服務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Google的服務 OK 我們現在存兩個 因為 Policy的問題就是說 我不只要存 三個月 三個月或是半年 那是 給老闆的需求 就是老闆會 或是說Data Science 需要 我需要撈三個月最近 三個月前到現在的資料 我要做分析 那偶爾 我們偶爾會接到 真酒隊的公文 麻煩一下查IP 那那個 時間就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們會存 再存一份存在 那個 Cloud Storage 就是它的S3 Google的S3 那個就會放更久 因為有點像 Gracy的部分 可以很便宜 更便宜 可以放更久 那有需要的時候 那就沒辦法 我們沒有天天在收公文 天天在搜查IP的公文 所以那個東西就是 就是存人工去處理 因為那個就是真的是壓縮檔 丟上去 然後就不管它了 這是Policy的問題 還有嗎 還有問題嗎 沒有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謝謝 還有 是 是 因為剛剛比較沒有看到明確的數據 就是 就你這樣的設計架構 你搬到雲端上之後 究竟省了多少 多少 就是 省了多少錢 因為你們講老闆 可是因為那個 是相對觀念 有沒有絕對的觀念 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說服老闆 搬到雲端的時候 他可以比較有一個 應該沒有人 在CostCover貼帳單過 就講一個 大概省多少錢這樣 一個比例 一個比例 好 原本大家看到那個 很精美的架構 我們其實用了 我算一下 我們用了八台實體機器去跑 那八台實體機器的話 他其實也撐不太住 會有掉LOG的情況 會LOG delay的情況 就是說 現在是 下午三點半 那可能其實還在傳 下午一點的LOG 那這東西的話 變成說 有這種情況發生的話 你這個LOG系統是 不堪用的 我還在回 我的LOG系統還在回到過去啊 我現在一直 他一直都比害我幾個小時 就不堪用 那 如果我要 我們沒有實際 跑到 他堪用的情況 就不要理他 那 我們有去算說 如果我要開機器 開到 他永遠LOG不會delay 那那個價格 老闆是不會接受的 我們沒有精算 老實說沒有精算 對所以 比例喔 出估省多少錢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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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這個很難講 沒有 這個我 我隨便講 你也沒有辦法 驗證 沒有 蛙洞給我跳的概念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個投影片 一開始也沒有自我介紹什麼 我就不想讓你知道是誰 對啊 那個 康斯卡布爾也參加十年了 我知道每年大家都在挖洞 概念 沒有 我是覺得 我都跟你講俗普了 那已經很了不起了 不要說我說的 省多少 我不知道該怎麼比較 你可以給我一個 要不然你就選擇題我來選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好啦我覺得有 有大概省到 沒有到十分之一這麼多 那五分之一應該有 五分之一應該有 五分之一應該有 有啦 有啦 對 那 對啊 就 因為 我不知道 除了 上一場的講者以外 不知道還有沒有人 他們LOG量這麼大 不是每個人LOG量這麼大 不是每個人LOG量這麼大 其實我們公司的LOG量 其實大概也很大 我知道啦 因為 哇 好 我又不想解 因為我前公司在 角落那個 對 那其實 其實我們目前的 我們公司目前是用spunk 其實我們前陣子也有在設備那個 那個 我們中小企業 不過 ELK其實我們後來測到 我聽我同事說 其實 就是當LOG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沒有辦法儲存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問題 對 那 甚至會掉包 那這時候就是 對 所以說其實後來我們還是發現 spunk還是比較 好 好用的 spunk就是這樣子 當然只要你出了起錢的話 像這種商用軟體 出事的話 拿起電話 就會有人過來跪 對 對 所以 對 我們是中小企業 不過沒錯 像 ESCSearch 所以 感謝你的那個 的補充 那 ELK 最大問題 就我剛剛講的 ESCSearch 是真的非常難tune 那 我沒有對家寶有什麼偏見 但是 它在資料量很大的時候 因為它是 sharding 那東西大 它會reshard 然後你可能機器 我機器又多 那 它在reshard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一直都在reshard reshard不晚 然後造成整個 那個 ESCSearch 的cluster 效能非常的差 效能差 就連鎖反應 對 效能差 就早上有講 那個圓水濁度三萬 你的log stage 那邊就卡住 那log stage 那邊卡住的話 你的log 那邊就丟不 丟不過去 就會連鎖反應 所以 的確是 沒錯的是 log量一大的時候 的確是還蠻恐怖的 所以我們測一測 就不敢繼續用 對 謝謝 還有問題 Q&A比 talker還長 對 你好 我只是想要 就是好奇說 你是怎麼說服 老闆採用圓端 因為你剛剛投影片 也有說 一些個資法原因 所以不能夠秀 DETAIL的資料 那 老闆不會擔心說 上到圓端以後 而且這又不是私有圓 對 那這樣的話 資安的問題會 我就跟老闆說 阿我們公司沒有 就放在Gmail上 有差嗎 一句話打死 其實還好 那個東西 難說服的不是老闆 難說服的是法務 對 那很多東西都是 因為法務不想出事 公司連小片斗都貼著說 如果違反 那個 擱置法的話 要賠一百萬以下 兩億以下 一百萬以上 兩億以下 然後還有什麼 追究刑事 刑事民事責任 每次上廁所 都看到 一百萬 兩百萬以上 這部分倒喊 因為這年頭 其實沒有公司 不用雲端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再加上 我們其實花很多錢 在買 storage 放這些 老闆覺得是 垃圾的東西 log log 沒有出事 不會覺得它很重要 對 所以我才會說 為什麼它 不用的時候 它就是垃圾 然後需要它的時候 就會忘記 對 所以我覺得 以我這邊的情況 不難說服 是 請問它有問題嗎 各位都沒有問題了 今天的Q&A 比講題還要精彩 那感謝Edward的分享 謝謝 掌聲鼓勵 然後大家 離開之前 欸